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然后编号是 我们现在开始注射 5月1号 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研究 正式在杭州启动 并于当天完成第一剂接种 这是全球首支进入临床实验 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前奥密克戎病毒仍旧严重威胁着人员的健康 相关疫苗的研发工作意义重大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的研发非常重要 当然原来的疫苗还是有效的 当然针对变异株的疫苗研发以后 加可能会有更好的免疫效果 这个也证明了中国抗疫当中的速度 中国的效率 我相信通过银河的这个临床的 在研究对它的安全性有效性 进步来证明来保障以后的疫苗的应用 本次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型疫苗 临床效果如何 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员能否继续接种 李兰娟表示 需要分阶段通过临床反应 进一步探索验证 那么应该说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当然都能打 那下一步还要针对已经打过疫苗的人 还要这座领浪试验 是不是也是更有效 因为女孩已经打过疫苗 她身上可能已经有抗体 等等 那么是要对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 也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来应用 那么来证明这个疫苗打了以后 它产生了免疫原性 中抗体的高低 来证明它的有效性 同时也进步 对它的领浪反应的观察 来证明它的安全性 装备活动嘛 刚好是被我看到的 然后我自己的 也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 就是一个想增长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目前感觉 感觉挺好的 李兰娟介绍 本次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疫苗研发 启动于2021年12月9号 并于2022年4月26号 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建 本次临床研究将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 贡献临床试验人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